哈啰,大家好,我是菲英 竞速游戏一直是游戏市场中的一个热门类型 而跑跑卡丁车作为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曾经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了大量的玩家和粉丝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跑跑卡丁车逐渐失去了部分玩家 开始走向衰弱 最后在2023年1月31日 台服的跑跑卡丁车正式结束营运 这种衰弱的现象不仅在跑跑卡丁车中存在 也是许多热门游戏不可避免的问题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跑跑卡丁车的衰弱呢? 以下是可能造成跑跑卡丁车衰弱的五个原因 1.缺乏更新和创新 跑跑卡丁车在游戏模式 地图设计、角色设计等方面一直比较保守 缺乏足够的更新和创新 玩家对于游戏的期待和需求也在不断提高 如果游戏无法及时地满足玩家的需求 就容易让玩家感到乏味和失望 2.竞争对手增加 现在的网路游戏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各种类型的游戏层出不穷 跑跑卡丁车原本在卡通风格 趣味性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 但现在其他类似的游戏也越来越多 例如英雄联盟、绝地求生等等 这些游戏也都相当受欢迎 荣威吸走跑跑卡丁车的玩家 3.游戏体验不佳 跑跑卡丁车在某些方面可能无法满足玩家的需求 例如游戏画面和音效方面可能不如其他游戏那么优秀 这可能会让玩家感到不满意 此外 游戏的操作体验和平衡性也是影响玩家体验的重要因素 如果游戏没有良好的设计和调整 就会影响玩家的游戏体验 4.作弊现象严重 网路游戏中作弊现象一直存在 如果跑跑卡丁车没有有效的防范措施 作弊现象会严重损害游戏的公平性和玩家的游戏体验 作弊者可以破坏游戏的平衡 影响玩家的游戏体验和成就感 进而导致玩家流失 5.没有良好的社群管理 游戏社群对于维持游戏的热度和发展非常重要 如果游戏公司没有良好的社群管理 会容易引起玩家的不满和抵制 进而影响游戏的发展 游戏公司应该积极参与社群 与玩家互动 聆听玩家的意见和建议 并且即时回应玩家的问题和反馈 如果游戏公司缺乏良好的社群管理 容易让玩家感到冷落和不被重视 进而流失玩家 总的来说 跑跑卡丁车在游戏市场上的衰落 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 除了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之外 游戏内部的管理 维护和更新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能够适时的调整和改进这些因素 或者引入新的元素和模式 或许跑跑卡丁车还能够重新找回玩家的青睐 无论如何 跑跑卡丁车曾经带给我们很多欢乐和回忆 它也终究是一款经典的游戏 陪伴着我们度过岁月的流转 也希望跑跑卡丁车可以吸收之前的教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